这个展览是一个抽象作品的群展 展览题目叫做视觉语言的语法结构 它的英文直译呢叫视觉俱法 但是我想翻译的更直白一点 大家比较都熟知的是 抽象主义发展到美国以后 被美国人一改造起了个新名字 叫抽象表现主义 那之前各个艺术流派的发展 以及世界艺术中心还都是在欧洲的 那这次展览呢 就是用15位美国艺术家的38幅作品 从最基础的形状颜色线条 比较全面的呈现了抽象作品 不同的表现形式 那我们可以忘掉像康定斯基 波洛克罗斯科这些大师的名字 也不用去管之前在欧洲发展的 印象主义或者是波普等等 这些艺术运动 那也可以不必理会抽象表现主义 我们只会提 只来体会一下最原始的抽象艺术的表现形式 感谢观看 这一幅是艺术家Fausto的作品 通过他这次作品呢 我更强烈的感受到光线对于一幅画作的重要性有多么的强 因为我之前在他的工作室和其他的画廊都见过他的画 当时没有太多的感觉 那今天我们是在梅萨艺术中心 他的光给这幅画打得非常好 所以让我觉得很非常喜欢 而且也很震撼 他想表达的是跨国界边境工作的这个人群 他们不只是在心理上面受到两国完全不一样的文化的冲击 同时呢也有物理上面的一些烦恼和压力 比如说交通堵车 所以他在材料的使用上也非常的复杂 包括有42张激光切割的水彩纸 还有亚克力喷漆 用拼贴的形式把水彩啊 树纸啊一起放在画布上面形成的这幅作品 单从Fausto的这幅画作上面来讲呢 我觉得探求艺术家想表达的主题 其实是次要的 有的时候对于当代的和抽象的作品 我们只要从视觉上面去体会 看看自己是否喜欢 是最重要的 对于当代的和抽象 Haley Dolphin是一个徒步爱好者 她把去年一年在徒步当中 每一天在台阶上面捡到的东西 做成了这幅小装置 现在大家跟着我的镜头 好好地看这件蓝色的装置 艺术家呢 Eric在这件作品上 确实达到了他的意图 就是带给观者一个奇幻的视觉感知 人们从可以看见 可以触碰到的物理世界 被他带到了另外一种存在的状态 左边的部分是由六个园组成的 艺术家解释的是 这在历史上代表着创造和繁育 我猜想这也可能理解成六道轮回 我在体验这件作品的时候 反复地看了三次 有点不相信自己是怎么 从左边的平面 一切尽在掌握的部分 过渡到右边的三维空间的 那Eric呢 研究的正是这种 非可见因素的具体化 或者叫物质化 materialization 就可以看着我 静静小姐 小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